大家好,一周新游推荐又和大家见面了 不知圣诞节大家过得都如何,小编可就有点发愁了 圣诞期间的Steam平台上各种游戏打折 小编选择恐惧症都犯了 当然最新弄的还是生化VG7的最新试玩版 在Steam平台上可以免费下载了 小编第一时间就玩了一下这款正统续作的试玩版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下的话,绝对是恐怖两个字 生化VG7虽然说是正统续作 但视角从第三人称改变成了更具代入感的第一人称视角 将求生恐怖体验真正的带给玩家 而且经典人物基本没有上场,主角只是一名普通人 整个游戏内容就是,一个普通人遭遇到了特别的状况 前往路易桑那州的种植园庄,寻找他失踪的妻子 真的难免不会令人联想到寂静灵 游戏的画质真的十分惊艳 游戏过程中随意截图都能达到照片记忆的水准 换的灯光将恐怖戏份渲染到了极点 木制家具的纹理和沙发的质感都十分真实 充满浴光和浴作变的血液 令人不适但又不会觉得过于血腥 主人公的手的细节也处理得十分方针 可以清晰地看到皮肤下的血管 总之画面是绝对没什么问题的 以前厂商认真起来真的好可怕 绝对可以对得起这款大作的重量级IP 本作不再集成前几步的动作设计 而回馈了最初的原始恐怖 并新增加了一些元素 让这个恐怖游戏的王者占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通过有限的资源操作上的限制和更为狭窄的视角 加上恐怖的音乐与经典的解谜元素 都让不时出现的恐吓桥段显得更为可怕 子弹的有限数目和伤害 怪物的慢慢逼近 这种数着无测的恐怖才是真正的恐怖 仅仅在试玩版里 诚意满满的解谜系统便可溃一般 都即被藏在各种缝隙中 例如经典的充满血液的鱼缸里面有道具的存在 而且生化VG7里也没有注明哪些物品可以被破坏 增加了探索未知的乐趣 官家获得的线索将随着剧情的推进而变多 可以解开之前所不能解开的谜题 假收制的存在虽然给游戏带来一些玄学的意味 与其相关的复杂谜题十分烧脑 但最后解开谜题打开隐藏房间 获得道具以及那句You are the best ever 真的让人成就满满 生化VG7将于2017年1月26日发售 现游戏内设定时间与现实中同步 该游戏将登陆PC、Xbox One以及PS4 并且支持VR 喜欢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 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 体验生化危机的恐怖吧